《線報》 地基的專欄專訪 今天我們找到 是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 關卓 趙先生 我們就談談香港的經濟 財政情況 和財政司未來的財政預算 我們有什麼提案 首先多謝關先生幫忙 關心你講一講財政司 我不知道是一種策略還是古惑 就是刪定後門 就說未來經濟不好 跌的了 所以盈餘就不像以往那麼好 大家不要期望太多 政府可能沒什麼派的了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角度分析一下 未來香港一年或者甚至幾年 經濟是否真的走下坡 以及你估計程度會去到哪裏呢 經濟是正在放緩 肯定是否真的 因為我們很受到一些所說的旅客 那些來香港的洗費表現 量是多了的 在第四季港主要大喬 以及高鐵是多人的 但是我和一些所說的旅客 看來的數字 是平均洗費少了 其實主要問題是不過夜客多了很多 過夜客增長慢 變成混合 不是漂亮的 所以增值方面就少了 但是不是我們這麼靠自由行 這類的收入呢 都行了十幾年了 好多年了很多次 還有內地問題最重要的是 內地的居民本身都感受到內地放緩 經濟放緩 他們都預計了不好景 在中美大貿易戰 以及一些所說的 你看看內地的零售 零售都做得不好的 反而就是 如果連他們出來花錢這麼小心 其實你知道內地的經濟是不好的 現在就是因為他們人多 但是花錢不多 就令到整個零售業是感受到壓力的 那麼這個消費的情況是影響到氣氛 就像香港這邊的內部經濟 都是因為內部經濟的內需放緩影響到 如果從我結構上來看 就是經濟 香港經濟有六成半以上 是由內需注到 是 那一旦這個大引擎放緩 經濟一定差的 那也是為什麼解釋到 為什麼在才藝最近走出來呢 我們就說第四季經濟增長上年 是低於1.5% 他們估不到是這麼低的 是 因為當時你估1.9% 1.8% 那麼低的情況其實是很明顯的 因為延續到今年1月和2月的 那麼這個情況會令到 整體香港經濟活動減慢 其實有個隱憂就是說 因為上年的基數 上半年基數高的 因為第一季是4.5% 第二季是3.5% 平均都高於4.5% 如果我們做不到呢 我們有一個技術性衰退出現 當然這個技術性衰退 是不是真的差成這樣呢 就要看回中美貿易戰 英國的脫歐 以及歐洲的放緩和內地的經濟問題 因為現在多了大灣區的東西 變成有些正面的因素突然發起了 但是有很多負面因素引出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外放的經濟 很少有外圍的經濟和內地的經濟影響 所以這個經濟是我不樂觀的 那你猜 我曾經跟別人說過 其實可能上半年是有一個衰退 第一是技術性的 因為上年是技術高 但無論是技術高與不關技術事 一有衰退是不好事 但是下半年就看看這些所說的政策性 會不會帶動經濟 因為始終不明因素 都是在乎一些所說的華為因素 科技因素的談判 那現在市場上 那些環球的股票市場 反映了幾正面 都反映了 似乎大家很樂觀 但其實不應該樂觀 因為實質數字整體來說 是不靚的 香港現在出來的數字 都是不靚的 所以我想大家要小心點 今年其實是一個有風險的年 但用你的估計作為基礎 最先被受衝擊的是哪幾番 很容易看的 旅遊業 旅遊業因為旺丁不旺財 所以就很難賺識 零售業已經叫殺救命 差不多到最低 最基層的那些都感受到 通常就說一浪浪跌下來 如果差就去中檔 中檔掉到低檔 但很多的基層不是基層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茶餐廳 都感受到壓力 是 這個情況 又說那些一天才來 就擠爆了那些茶餐廳 是啊 但是茶餐廳有個所說的容量 擠爆了而已 平時都擠爆了 可能本地人擠爆了 其實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因為那些整體的增值 不是香港的經濟引擎 但問題是說你擠爆之後 又要處理民生的問題 就說你擠爆我買不到東西 我吃不到東西 去到東涌的 為什麼現在東涌的站搬到其他地方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擠爆的問題 分散疏途 疏途了 但問題是說 現在都有一些所說的聲音就出來了 太多內地人 是不是 內地有旅客 其實問題就出來了 太多內地的過夜旅客 我們香港的過夜旅客 其實增長不是那麼高的 除了旅遊之外 還有零售業 零售業就影響來需 影響其他那個 譬如整體的商貿 商貿 譬如我們所說的 因為中美貿易戰 上年搶的出口 其實變成今年 變成出口全部都慢了 出去要受影響 環著經濟貨門 影響到金融業的運作 因為你看到金融的情況 最近匯豐出了業績 很漂亮 房地產也很受影響 房地產現在跌了10% 但有一件事很有趣 因為香港是一個 貧富懸殖得很厲害的社會 你買不起 有錢人其他人買不起 問題是說 所以看到一些成交 這段時間反而 因為股票市場穩定了 美國又非常隔開 地方的聲音說不解釋 甚至叫做減息 縮表可能是停止 令到現在本地的地產市場 反而其穩 加上林鄭 所說的將一些新的地 將來是六四 六成本來原先是公營 四成私營 現在轉為七成公營 三成私營 預期供應量又減少 你看看近來的 註冊數字 一手和二手成交 是多於前幾個月 通常我們這樣看 樓價開始穩定下來 你說會不會再反彈創新高呢 我不知道 但是就不要預期出現一個很大的跌幅 因為香港現在的地產市場 是完全因為人為 是扭曲了的 所以你不拆回那些所說的限制 辣椒或過分收緊的按揭 整個市場是不健康的 所以不是買不到 樓是一定有錢買到 沒有錢或中產都買不到 給不到收 我們試一下分開兩個分別 去談談不同的情形 先談談一些 你剛才所提到的 可能導致到經濟不好的因素 其實這些因素作為政府 它拿著機器拿著權益 它有沒有條件運用它的權力 甚至我們香港的盈遇 或者政策 可以將這個情況勾轉 或者拖慢 不要跌得那麼快呢 可以做一些減痛的事情 但不能夠完全將真正的痛楚 真的化解 因為香港最典型的 大家知道就是一個外放人經濟 一旦出事 通常都是外圍的影響 現在我們當內地也影響我們 外圍美國、歐洲 這件事就說 因為我們在聯繫會當中 我們不能夠調節 調節食慮 反而你看看過去兩三年 美食是上升的 是 就算現在香港的盲起上 經濟都不能夠自己減息 嗯 當然現在減都不用了 其實我們沒有跟到美國加 是呀沒有跟到美國加 是嗎 當然了 我們減不了 因為美國不減 另一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物料都是由外圍進來 輸入來的 如果一做一些擴張政策 例如是起僑或鋪路 其實很多錢流出去 配色效應是很低的 所以唯一做的事就是 使得市民的財政壓力沒有那麼大 譬如我剛才所說派錢 壞的時刻就派錢 讓他們感覺好一點 起碼有一點錢 讓他們在袋子 或者做一些稅務寬免 甚至是補就業的 你近來提及一些年長人士 教年長人士 因為現在很難說 120歲一半60歲 都是中年而已 你剛剛過了中年而已 所以這個情況下 就要看看政府有什麼 subsidy 補助 來幫一下僱主 請多一些年長人士 這邊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看整體的勞動力 其實是緊缺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需求是轉差 整個環境的環境是差 就算你是一個勞動力 是相對緊縮的狀態 因為你的需求跌得快 那個緊縮 你也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是要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一定要扔錢下去 直接受惠到的 譬如是基層 中產 有錢人受惠離他 大把錢 你看他們買到樓而已 是的 換句話 你的角度就是要 找一些政策 去加強保持就業機會 保持就業 可能鼓勵雇主 是 老闆 可能有稅務減免 甚至有稅務津貼 給他們 從而鼓勵他們 請一些弱勢工友 是的 沒錯 因為本身你看回 我們所說的 四、五十歲的就業幅度 那些是很高的 但是到五十歲以上 開始是很明顯的 有些是可能 因為被爆炸 那些不用做了 是嗎 做退休 有些又不讓人覺得 你的價值平低 那 可能體涉不行 那就不選你了 但是其實就說 其實現在的壽命那麼長 與其壽命那麼長 那些人差的有限 是嗎 其實可以 政府是鼓勵多一些 甚至是六十歲或以上 上年做了 是 上年就說 政府拿了四千八百萬出來 就大約一千個位 就說可以津貼一些 六十歲或以上的年長人士 從頭 勞動市場 那老闆有四千元在這裡打底 那你 比如原先給一萬元 其實你給六千的 是好數的 但是這件事 其實當上年我跟財爺說 你要知道香港是人口六齡化 由五十五歲到五十九歲 那個組別有成四十幾萬人 是 你就算一半人 是仍然留在勞動市場 其實平均就是二十萬 你再除非每年進去 當五年 五、五、五、五 除非就是四萬人 你給那一千個位 有貴用 太少了 你這麼多錢 你整個萬億的儲備 拿四千八百萬出來一年 其實真是豪宅都買不到 我覺得這些衣箱 就太過淪色了 有時候他們的財政理念 我是不明白的 因為 譬如你扔很多錢出去 但是有些事情是明不明白 你要需要 譬如是谷勞動力的 年長的 你只能派四千八百萬出來 是 其他你又要幾億都扔出去 譬如你這次派的四千元 手續費了三億 是 有些事情是我不明白的 是 除了令到僱主請多些人 其實我作為僱主見到經濟不行 收縮 我還怎會擴大我請多些人呢 有沒有這方面可以政策去刺激他們 你如果是有一些所說的空間 起碼有些仍然可以比較穩定的 譬如一些企業的 大中小企的 是比較內部一點的 內向型一點的 就不是專門向外面的 譬如你買貨就給外面 或是內地 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其實 真的缺 有些地方是缺人的 我覺得那些 其實都是通常由老人家吸納 服務性行業 服務性行業 或者是洗碗 為什麼洗碗這麼貴 就是因為年輕人不做 不是沒有人做 年輕人不做 他覺得辛苦 他寧願賺1,000,000 也不賺1,000,000 有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要透過另外一些稅務 寬免 盡量支持一些中小企 其實去年也做了 是否有兩級稅項 你賺得少的就給少些稅 是 變成有些所說的稅務寬免 都要支持中小企 或者一些資金上 因為銀行通常經濟不好的時候 就下雨收柴 那你就想借錢借不到 那你是不是有些信貸的支持 在香港政府做了擔保 那時候 08、09年 金剛開銀行通常都有的 是吧 就是1,000億的 是吧 做擔保 當你的經濟是惡化 而你預期中小企 或者企業的資金方面 拿的資金方面勿難呢 那政府會幫忙 但是整體而言 就不要太害怕 今年情況是差得很厲害 除非突然間有些所說的 很厲害的事情發生 會是放緩 那設立率就會有壓力向上 但是問題不會大升 因為香港本身 勞工市場的緊缺程度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回貴度的 叫空缺 減空缺 7萬多個 是 7萬多個位 那麽少了 很小 7萬多個位是有很多的 你想想 你380萬人就業 你7萬多位等於2% 近2%人肯住 就是坐定肯住 你找工作 其實不是太難 當然這些數字會縮的 經濟差的時候 但是起碼有個 所說的 有個 那麽大的數量 縮都不會突然間沒有了 就不同 在金融海少的時候 只有2-3萬個位 你明知4萬的了 你怎麽都救不了了 但有7萬多個位 其實真的 很多 譬如服務性行業 就算請不到人 唯有怎麽做呢 其實開始將工序 機械化 刺動化 這個是另一個方法做 但這件事未必是對 是這樣的 打擊弱捨公有的 沒錯 但那時候沒有人做 但有問題是 如果你肯做的 其實可以做 現在香港人選工 譬如我們住屋邨 請到老人家 多於請到青年人 我都未見過一個 40歲樓下做保安 問題是 這個情況就是 有些比較年輕力作 可以選一些 反而他希望做的工 反而年長 就選一些醫治工 但問題是相對 你看到的情況 有些行業 勞工是非常短缺的 OK 按你剛才的說法 可以透過政府的政策 令到多一些商界 繼續維持 錢 資金支持 開支 甚至擴大一些 弱勢工又可以 因為稅務優惠 有多一些人請他們 這樣會牽涉到另一個矛盾 就是 我經常覺得 政府總開支 是大概不超過20%的GDP 嗯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緊沽 就沽到它是不可以 擴大它自己的預算呢 短期是 一個政府是有一個 所說的能力 做一個調教 逆周期 逆周期就不是一個 所說是一種長期 你覺得這件事是 一種所說的稅 這些錢 丟進去的 嗯 因為如果你是說 一些津貼 給一些老人家 當僱主是請他 有些補貼 其實是一個 雙贏的情況 因為 老人家可能是想做工 嗯 但是你知道那時候 為什麼老人家不肯出來做工 就是因為最多工資沒有 是 太低了 是吧 那現在你見到升到34.5% 其實 那個勞動力 65歲或以上 已經升到12% 雖然 政府經常是不同 低於日本 低於韓國 其實 沒有得比較 是 因為韓國那些老人家很慘 要做到70歲才退休 那些是因為它 那些年來是70 是的 大部分是70 為什麼呢 因為退休部長差 嗯 他們很慘的 日本因為根本人家很老化 那你不找那些65歲以上 誰去做 你不要解釋清楚一點 我們知道做個研究 知道發生什麼事 香港是有一些所說的空間 是幫助老人家這些的 其實有些人想做的 不過工資不及人 但是如果你有這些東西 多些補貼 或者今年就落實了 又加了最多工資37.5% 當然你說成本可能會什麼什麼 說真的 這些成本控制的 就是要靠你自己本身做的企業家 或者一些老闆自己去調教 但是這樣是不是要將那個緊箍咒 百分之二十 就是政府開始大約百分之二十 可以短期離開的 可以 經濟不好的時候 就應該不用跟得那麼緊 是的 等於你是沒錯 等於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等於你短期可以離開一個二十 因為問題就是說 你不是一共長期要肯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暫時性 但是有些可以長期性的就是說 就是津貼六十歲或以上的老人家 就是不斷地 因為你現在的問題 每一個年齡組別 是越來越多的老人家 一直在進去 那它相對的那個教育水平 其實不是高的 就算是五十歲 我們這些大 五十到五十九 它的教育水平有四成是中三萬以下的 現在 中三萬以下你會怎麼請 如果正常我也不會請 就是我們智庫沒有來請過 中三萬以下的那些 那就變了要想一下 這些人是變相對低技術 那麼低技術的問題就是說 我應該請你低技術 但是可能我覺得你年紀都是大 我定要搶四十多 你五十我不請的 那你有津貼的 那就是好一點 就是誘因你政府做的事情 就未必一定是叫做 這件事叫做短期性的 因為香港是人口老化社會 但是你怎樣商量 就是你做了之後 就加強了你未來的勞工供應 又穩定了 你不想變成日本那樣 勞工市場是一個所說的 那些人口的供應萎縮 其實內地面對的問題 更嚴重於香港 因為內地現在的人口 見頂預期就是2028年 那麼人口見頂的萎縮 那就是它勞動力會萎縮 那為什麼有二孩政策走出來呢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二孩政策不成功 因為一些人集過一孩 因為一孩都猜得很辛苦 二孩是否更大件事 跟它的生活質素 變成人家的想法不同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內地 是要想多些事情 來刺激勞動力 那麼香港就同一個獨立 香港2042年就見頂 但是我們是十幾年了 但是我們應該未與籌謀 那這件事變成 就算你不在經濟差的時候 你也應該做 但是如果在經濟差的時候 你還要做多些 是 因為預備將來一好的時候 這幫人仍然可以勞動視障 繼續幫你保持經濟活力 另外你剛才的說法 就是說經濟差就應該派錢 經濟好的時候再想 經濟好的方法 如果我派錢都有兩個方法 你覺得應該兩個方法都用 還是隨便用一個 一個方法就是 我派錢給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比如中援 你剛才說的年紀大 或者我派給他的老闆 讓老闆可以請他 這都是派錢的針對性的方法 第二種就是 我們試過一次派六千元 不是 總之是二人有身分證的 十八歲以上的 我都給你六千元 兩種方法 這次是否兩種方法都可以做呢 針對性 譬如一些叫做 有營造一些叫做正確的誘因 因為變相你除了派錢之外 你是有個誘因 將整體的勞動市場 那個情況是健康化的 特止一個你想要的目的 是的 中長遠的目的 但是派錢就是短期目的 或者政治目的 是 讓人家的財政壓力少了 而且對政府是不太反感 你知道現在的人 對於林鄭是很反感的 45 47.5 我記得這個數字 這個樣子我們經常笑的 沒得這麼快 也會這麼嚴重的 那邊聽到某個程度下 其實他爲什麽快 我們市民拿得多些東西 我覺得派錢是應該的 但是不需要這麼高 像John Zung 上派六千元 是 因為去年新加坡派 是跟著人工的 是 但是我派這些叫做利是錢 兩三千元 我覺得這次如果派 18歲或二歲 就派三千元 沒有所謂 現在我聽到 大家都聽到 學生 是 中學生派錢是二千元 那就是針對性 當然有些叫做有錢學生 又沒有錢學生 但是我覺得 不要再分分這些東西 因為從行政費方面 其實 如果你做這件事 其實節省很多行政費 是 沒錯 這次派那四千元 都派五億 五億 另外還要被人拿到 就是糞便 他要選擇 選得很清楚 就是符合他的標準才可以 所以經常問 那你很仔細 有些人問我 我合不合格 我已經拿不拿到 那你個個都 其實問你這句話 就是說你不清楚 是 很多關卡你自己量度 所以其實這些派錢方式 其實我們在學術界 就說是盡量避免的 你覺得這次是兩種方式 都可以做 因為 一個是針對性 一個是全民的 但是不是 因為cash 叫做handouts 是全民的 但是年齡就不要 就是說 就是出生就派 那十八歲以上 十八歲以上 那是少的 不是十六千元 三千元 你當我當是 在某程度 三千元 我二百億就搞定 其實當年 當年那六千元 不是個外人 我拿的 都是十八歲以上 是十八歲以上 個人拿的意思就是 就算 qualify 有些有錢人 你不可能不申請 是不申請 是不申請 有幾十億 那裏你回頭 你這次派一派 都近二百億 一百億 是吧 派一派都被人罵 比John當年還壞 因為 個個發言 原來你都好像沒有心派給我的 是 要end這麼多關卡做的 還有我不知道我合格 是 所以這件事就是 要考慮公眾的感官 我覺得這件事就派一派 既然你作 今年就算經濟放緩 還預期有四五百億個盈餘 是 做多些 去年就有一點中產 是 基層就說 變相就沒有那麼多 是 但是今年就說 不過問題最關鍵 其實就是我們特首 因為特首曾經說 我不會派錢 是 這件事他要 他要 他要講太準了 是 沒有據說話 有一個政策可以永遠用 你經常見的東西 是特別需要 政治一天也不多 你說得那麼盡 就沒有空間走賺 所以我的問題是 其實整個派錢 其實回到特首 你肯不肯做這件事 我經常給他一個 扣帽子 這是大右派 我再問一件事 既然你也同意派錢的話 這個我來訪問之前 我以為你反對 不是 很多經濟家都支持 是嗎 年輕人一輩都支持 OK 譬如有些人都說 就算全民退保 有些年輕人最支持的 經濟家 我們想一些不同的方法做的 如果用你這個角度 這樣想法的話 其實是否我們都可以 要求政府 喂 可不可以平時儲買 必要時用 譬如每一年 如果你有盈餘的 每一個盈餘的 某個比例 最低限度多少錢 我們儲個基金出來 沒錯 幾時用的時候 我們儲個基金出來 可以的 可以的 因為很多歐洲國家都這樣做 他們是透過一些 叫做 Fiscal Council 有一班專家 來決定 當有大時代出現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這樣的東西 當然可以透過一班專家 來決定 是否應該這樣做 你所說的 Fiscal Discipline 我跟政府說一次 其實你過去這麼多年 你那個土地收入 是有很多是來自 天跌來淺的 你是否預期這麼多 我跟他計過一條數字 你每年做的預測 但是埋單 你埋地的收益是多於你預測 是 那我就換貨 天跌來淺 多了那些人可以做基金 那些應該是沒有了 收益 但是問題是 因為那些錢是來自土地 變成好像針對性 要給人基建 那這件事 我想 他就有個基建基金 他進回基建 他要針對性 因為年輕人就進回基建 你比我熟 但是 其實某程度上 這件事 反映得好像 其實當你有意外之裁 多過預算很多時候 那些錢應該會存在 是 所以我上年反對派錢 是 是 你當年不派錢 被人罵一天 派後 拿錢 就拿捏捏一天 一人不派 沒有派 這100多億收回 本來的袋 根本就拿來派 這些就是把一些 你預期多了出來的 意外之裁收益 因為經濟是有週期的 當好景時 過去有幾年好景 那收到很多錢 我計算 那些意外之裁 兩、三千億 給他過去十年 他预测土地收入 跟他每年高于土地收入比较 二千多三千亿 这些钱就放在藏地 到今年便应该做事 他现在放在库房 是的 因为我们虽然说 放在库房是不用的 有时他有个假装骗鬼我们 他说譬如今年 据我用去年计算 譬如你是四千亿的开支 现在他赚了一千亿盈余 比如五千亿收入 于是他说我今年 将一千亿盈余用 将四千亿开支 变成五千亿开支 于是财政计算案 变成五千亿 但其实去年赚那一千亿 已经放在库房 明年那五千亿 就再在税里收回 所以如果又有盈余 就再多些 所以据他所说 我用去年的盈余 放在今年的开支上面 其实实际没有摆计 因为我们持续出现了一个 形狱 我们未出过赤字预算 如果面对今年 我估计 19-20那个财政年度 应该是一个平衡预算 就是说 由前一年 千多亿 跌到今年 我想埋单约数 几百亿的形狱 至于预期如果真的花钱 就应该是一个 如果不是要一些大使道 要出现赤字 起码一个平衡预算 平衡预算之后 你真的花多钱 其实从那个平均计数来讲 其实几百亿 平衡到五百亿的盈余 其实是不算小的 很多的了 我近时哪有这么多钱 通常以前说几十亿 八几亿 在这八九年因为 装争 因为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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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地盈佳 就收了很多钱 你如果把它除掉 其实很多都是因为 买多了东西 收多了很多税 因为所说的 Profit Tax 利益利得税 是占了我们所说的 整个收入 Tax的收入 税了大约25% 这几年因为好景 公司赚到钱 尤其是香港 是以大公司主导 他赚到钱 我们收了很多利得税 如果这个环境 是不是会普差呢 要看近来出的 国际企业的盈利 不是差好景业 就是利得税方面 转弱的情况 不是预期那么差 就是证明 如果预期不是那么差 我们有空间工作 就是很多事情 你要看自己靠判断 不如判断 你要看公众的观感 你要懂得触摸 经济的默迫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楼市也不会是大临的 楼市也可能是庭判断的 不动 股票也会无厉害 大临这么多 整体而言 对经济是有点信心稳定的 是 如果你预期利得税 不是少很多 那就空间工作 是的 因为今年买地都可以 合格的 因为最近启德那些地 都买得很高价 是 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看到有些西方国家 就是自由经济国家 都有一种做法 可能有机会帮到商界 我看过的就是加拿大 西班牙 是 它有一个叫国家发展银行 是 那不跟私人银行 不同 不同 它是怎样呢 就是你借一笔钱 就比私人银行容易一些 是 就是没有那么多保证 有这样的那样 才借给你 第二 就是那个还款时间长 是 第三就是利息低 是 就是令到商界 如果真的急需有些钱 要周转的话 是 是 是 如果长远未有之前 政府有没有一些政策 可以朝这个方向 跟银行谈一下 可以这样帮商界 可以的 因为政府本身有一个 那么大的储备 应该复免 但是问题就是 你要考虑香港的 这个帮 变成你会增加了一个 所谓什么呢 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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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借了之后 你知道容易借嘛 比较容易 你虽然还长 不保证 你变成最后 那条数 当然是国家银行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其实等于ADB ADB就是一个 亚洲发展银行 你现在去到香港本地 你有一些这样的类型 但是要小心 有个道德风险 就是说 因为它相较容易借 比较容易借了 当它变成一个 偶因去走数 是 就是未必是 所以你的screen 你要看清楚公司 是否合格 要看得很清楚 那条线画得很清楚 那就是在欧洲 因为它是国家 你加拿大有三千多万人 嗯 它本身GDP大的香港 嗯 因为它 欧洲的国家相对多人 整体的size 就大了 还有它们涉及的东西 是比我们多的 是 因为我们经济是 九十几个箱 是服务型的 OK 那它们经济涉及一些 叫做工业的 是 那可能要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真的没有钱 是 那它变成了 就需要这些东西的支持 如果去到这种情况 在香港要看是否适合 我觉得很个别性 因为香港始终是 90%的服务型行业 是没有工业 没有制造业 你变成了 很多都是来自一些 叫做金融 金融服务 或者是专业服务 这些东西 变成了 就是你有个风险就是说 就是怕将来出事的时候 你要背了一条线 OK 但是可以study 也没有所谓 这些东西 因为等于我们 刚才所说的 信贷 就是政府 保证 就是保证上 一样也不得了 那变成一个是 看着形势 来做事 OK 但是你有了一间银行 都是类似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目的 那变成了一个行上化 但是就要小心 始终有个道德风险 就是我叫moral asset 就是说 就是说 私银行 它借给你的时候 为什么要下雨 收借呢 它问题就是说 它们因为 是一个经济环境 一个恶劣 它面对风险大了 所以就收了 但是政府 一有这些东西 就不能收到 我反而要给多一点 是 但是你没有要带来 借签 回来问你借签 有些是OK的 真的做企业 有些就说 借了之后 不行就走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说的 私人市场 和当它一个近乎 你所说的 国家发展银行出现 那我这件事 要先看清楚 OK 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 我们多谢关生 关生有没有要用 一段简短的时间 总结一下你 对经济 和对财政司的想法 我觉得 经济整体在香港 是过分单元化 亦是每一次面对的 有危机 我们也会回来 去想同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新的经济引擎 嗯 其实现在中长远 其实你看到香港 一个外分经济 和经济 是很受内地和外围影响 其实现在要做的事 我觉得就是 应该找出一些新的引擎 来支持香港 林郑所说的高科技 要很多年才完成的 可以看到成果 我觉得有很多产业 在香港 其实是做了 有惊殊的 例如文化及创意 就算医疗和教育 不过这两件事 一讲医疗和所说的 那些所说的医疗和教育 就好像饭这样 要地 但是问题是 第五个engine 我们需要的 财政司 其实某个程度下 你对他 其实因为要他做的 财政预算案 我说的是针对财政预算案 他是受制于 特首的policy address 他是要满足给钱 或者给特首做事 这中间的调价 他有空间 但我其实 我就不太 对一个财政预算案 有很大的所说的期望 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 他要帮特首做事 给钱 怎样理想特首要坏的东西 但问题是 反而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很多外国 一些财政司的空间 比现在我们香港的财政司 这件事 应该是想想 现在我们财政司 反而的角色是辅助性 还是一个有想法的财政司 好 谢谢郭先生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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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